令人震惊的霹雳曼容枪杀案 死者家属昨晚领出遗体后 回到石兆远住家社林 对于两个好朋友 怎么会突然反目演变成枪杀案 死者林秋强的儿子 否认媒体报道的欠债说法 他强调争执的起因 并非外界谣传的钱财纠纷 希望媒体不要捕风捉影 我有听到说有些说因为欠钱 其实没有这回事 如果说讲到我们欠钱 像我父亲被杀的话 这个也是不公平 所以我们只有三天知道 有没有做亏心事 只有三天知道 我们就好好的做人 强调父亲生前都是好好做人 林若华说 父亲和开枪杀人的凶手 双方都是好朋友 如今两人都已经不再忍事 他们不会再继续追究 希望一切的是是非非 能就此落幕 事情已经发生了 有些是我们还是要坚强地走下去了 因为这是谁对谁非 大家都是朋友啊 林若华感叹 父亲原本下个星期六 就要和母亲一起去台湾旅行 原本安排好的台湾行 现在已经无法成行 一家人将遵循佛教仪式 为父亲办理后事 星期二上午11点举病 送父亲最后一程 MTV7霹雳采访不到 我们下午11点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